好 接下来我们再研究一个东西 叫做构造脚本 它的英文叫construction script 打开任意一个难图 随便打开一个难图 都会有一个叫做构造脚本的东西 通常默认情况下 这个标签页已经打开了 construction script 如果没有 你可以通过左边的函数底下 有个构造脚本 会编程的同学 特别是知道面向对象 就一定知道 这个叫做构造函数是干嘛 它的作用呢 就是当这一个类 或者是这个难图 在诞生的那一瞬间起 但是那瞬间就会执行的一个函数 我们称为叫做构造函数 这个脚本也是 这构造脚本 那你会说 那这个事件图表里面 不是有个事件开始运行吗 那它是不是也和构造函数很像呢 其实是它们是有区别的 这个呢 叫做当你点下这个运行之后 它就会 它才开始运行 但是这个construction script不同 它在游戏还没有运行的时候 当你只要放到这个场景里面 这个函数它就会执行 这个脚本就会执行 好 我们正式来讲这个函数之前 构造脚本之前呢 请大家去这个虚幻商城 找一个东西 找一个什么呢 找一个这个 库叫做advanced village pack 一个高级村庄 将这个工程添加到你的工程里面去 将这个库 添加到工程 然后选择显示所有工程 就哪怕你是用U15来创建的工程 但是同样也是可以添加老版本的 我们点下这一个Orient 我们这个项目 它会说资源和版本5.0不兼容 同样你还是可以选择它最新的一个版本 是比如说4.26 然后添加到工程 好 这个地方我已经添加了 然后你点下是就OK了 强行添加进去 之后呢 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advanced village pack 这一个素材库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如何来通过这个construction script 来做一些东西